加州 加州法案将要求高中发放免费安全套 加州议员最近提出法案 要求该州公立高中从2023至2024年开始 向学生免费提供安全套 并禁止零售商拒绝向未成年人出售非处方被引药 该法案将含蓋18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的HPV疫苗接种费用 加州12岁及以上的青少年可以获得保密的生殖保健服务 包括预防和治疗怀孕、外肢病毒和性传播疾病 但青少年在获得这些服务时仍面临障碍 该议员表示零售商拒绝向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套 并不能阻止他们发生性行为 只会阻止他们进行安全性行为 研究表明在学校分发安全套 并不会增加青少年的性活动 根据CDC的数据 2019年约有20%的加州高中生性活跃 其中47%人表示 上次发生性行为时 没有使用安全套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